还要来看到又民众酒驾还说谎 台北市南港有个正姓下驶 他的深夜酒后开车自撞 结果把车停在南深路的寒洞内 远景巡逻的时候发现上前询问 他一开始还谎称是代驾跑走了 不过他身上散发出浓浓的酒味 而且驾驶座爆开的安全气囊让远景起疑 最后靠着在救护车上聊天跟他拔干净 他才终于承认自己喝酒 警示器拍下白色照车一个转弯还差点 开到对象果然没几分钟 警方获报到场寒洞内这辆白色照车 自撞车上全是车壳碎片 但驾驶呢 驾驶站在车旁接受远景的询问 但他身上散发出浓浓酒味 却不断否认自己酒驾 事发在国道三号南深路的寒洞内 证明正姓驾驶酒后驾车 时空自撞后被警方发现 但他却不断否认坚称自己有请代驾 只是撞车后代驾就逃跑不知去向 但车上只有驾驶座的安全气囊爆开 让警方对他的说法产生怀疑 远景不断询问 但正姓男子依旧否认 最后靠着拔干净才套出事情的真相 在救护车上握握手 远景和正姓男子聊起家庭生活 让他卸向新房承认酒驾 喝完独自驾车预返回新店住处 经对证然实施酒册 发现酒册值高达1.01 警方随后将他一公共危险罪 移送士林地检署偵办 但赶酒驾却不敢承认 还想推卸给代驾 实在有些不负责任 华市新闻李奇听审利用台北报道